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哈喽欢迎大家来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景片场我是陈凤馨 民国112年6月23号 星期五周末到了 当然今天是端午连续假期 我不知道昨天大家吃粽子了没有 昨天呢我们在家里头忙了一整天这样子 包粽子就准备食材 然后包粽子然后到最后煮粽子 对我们来讲就是年度大事 我们家几件年度大事 包粽子是其中一件年度大事 现在还是几包的人不多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们家很坚持 我们包了120颗 哇 你就知道说 尖家人忙成什么样 好但今天呢进入到了 每周选书早起读书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 是云品国际董事长盛志仁 但是我必须承认 我从头到也没有办法叫他盛董事长 我都还是必须要叫他盛老师 我也比较习惯叫盛老师 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是老师 然后呢我就习惯叫他老师 然后一直叫到现在 我是改不了口的 所以我还是盛老师好 凤兴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今天呢 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本书 是 其实我很喜欢这本书 然后他的这本书的前生 我更喜欢这两本书我都非常非常的爱 那么我想盛老师应该有同样的感受 因为他其实就正在活出这本书的内容 与成功有约的最后一堂课 那么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其实这本书 虽然我们中文翻译叫做 与成功有约的最后一堂课 但事实上他的标题是 Crescendo Live Life in Crescendo 对就是你要活出一个健强的人生 Crescendo就是 虎典音乐 健强音 对就健强音 所以呢就是要 你要活出那一个健强音来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个圣智人就是在活出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当中 所以我相信你对这本书一定感受很深刻 如果说这本书用一句话来讲 听说你讲书都要为你讲这个话 我做功课 就是其实英文有一个有句话就是 the best has yet to come 最好的还在前面 对对对 就是说我觉得他这本书很棒的 我觉得我刚刚也在跟风心聊 我们这样子年龄的人来读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社会历练了 做了一段时间的事情了 然后来回想说自己以前做的事情 跟自己未来的人生 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如果说我们再早20年来读这本书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那么认同 那个心境上面 你会觉得他讲的有道理 可是你不会觉得说 跟你的人生这么贴切 那他的意思 他里面有分好几个段落 就是提到说 有些人你前面的工作就已经很成功很顺利了 或者说你前面你觉得说 我人生的目标 我回头想想我还没有达成 或者说你遭遇人生重大的挫折打击 你正在人生低谷的时候 甚至于第四种是你已经退休了 那你要即使他他针对这四类的人 他就把他的书分成大概是这样子的章节 其实这四人都是中年困顿 对对 然后他说不管你在哪一类 你最重要就是你现在的心态是怎么样 然后你相信这个书名就说 我前面会比之前更好 就算你前面已经功成名就 已经大家都觉得你太成功了 其实你还是要相信你的未来会比你现在更好 你有这样子积极向上的心态的时候 其实你的人生观跟你做的事情会有很大的改变 我觉得这个是 如果说就是一句话来讲 就是说最好的还在前面 最好的人生还在前面 这也是他在这里面反复提到 然后最喜欢的一句话 几乎要把它拿来作为座右铭 因为在人生有很多时候 你会觉得啊 其实这样子就好了 知足也是一种停留的心态 知足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知足会让你停留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说你无所适从 那或者说你在人生困顿的时候 又或者说你功成名就 你觉得说你好像不可一世的时候 其实你回过头来看这本书 你会发现你所谓的不可一世 其实多么的渺小 你要去思考的是 有更长远你可以去影响的人 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我补充一句话 就是说我觉得一个重点是 我们讲的知足 我刚刚讲的知足 不是指说在工作上面追求 多少财富的那种知足 他这里面很大的一个重点 都是在讲说 其实你到了你的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你真的要去思考说 你怎么把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 转移到别人身上 人比是更重要 而且我们再继续努力的目标 已经不再是说为自己累积财富跟名声 而是说我怎么在我的人生里面去能够帮到别人 他里面举太多太多这样 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好好讲几个很有趣的例子 我觉得我们真正人生的满足是在于说你对社会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然后你能够在别人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我觉得是柯维他写这个书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其实我觉得像我都已经不再去想说 我对社会会有什么样子的贡献影响 但是如果我看到说今天因为我做的事情 然后我帮助到一个人 在人生当中有一点点的改变的时候 我就会得到很大的满足感 其实这就是对社会的影响 对啊 我不要去想社会那么大 我就是把那个人人人人人人人 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人人跳出来 我对这个人原来有这样的真面影响 我对那个人原来有这样的真面影响 他可能是我的家人 他可能是我的同事 他可能是各位 听众 对听众啊 观众朋友们 只要我有对你们产生一点点 因为这样子你的人生变得更好 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我是最大的满足感 是 这就是我的最大知足 而我能够发挥这样影响力的最好人生还在未来 对 这就是这本书要传来 你还有各种各样 你过去没有想象过的方式可以去影响别人 所以 就是说不要满足于你现在已经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他要我们鼓励我们去想的是这个事 Crescendo 好 这本书的作者柯伟 但是 但其实并不是Steven柯伟自己写的书 而是他女儿所写的书 应该是这么说 他们当时想要一起写这本书了 他们在2008年 这个妇女就在想说我们要开始做这个事 不过柯伟很不幸在2012年7月就去世了 所以他女儿就从2012年开始就自己就陆陆续续的一直希望把这本书完成 那终于是在2022年 其实在去年才把这本书写完 所以各位拿到的版本其实还蛮热腾腾的翻译 对 其实是去年刚刚在美国才出版的一本新书了 等于说中间很曲折 等于说 从2008年酝酿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 那真正写作也写了十年 等于是把他父亲跟他的一些互动 然后跟他们之前讨论的一些主题内容 然后把它整理出来 我觉得等于是把他爸爸整个人生的这些思维做一个总结 其实他跟 我在看他前面先讲说怎么会产生这本书的时候 我非常的感动 因为呢他就提到说他跟他父亲讨论 他父亲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本书 那我当时就在想说 因为我大致知道说他的内容 这样所以我就在想说他父亲到了一个阶段了 就对于他前面那个非常成 非常成功的与成功有约这一本书 他开始去思考就是 有没有下一个章节 就是前面是谈人生的努力阶段 当然这个努力是要看好目标的 然后要建立一个长期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这一些都是对的 但是他到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候 我觉得他自己 我相信是柯维自己有感受就是 人生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回头跟往前好像距离差不多的时候 他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挑战 所以我觉得他就想要挑战这样的一本书 但是他那时候年纪已经大了 所以他希望他女儿来写这本书 他女儿会花那么长的时间 我觉得可能也需要 一方面他已经搜集了很多很多资料 但我觉得二方面 可能也是需要他的年纪到这样的年纪 对不对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写不出这样子的感觉了 就说对人生的体悟 说其实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我自己在这个年纪 我会开始去思考的 就说像我看这个有点离题 就说三国演义前面的林江仙的那个诗 其实你想想看 是非成败转头功 轻山依旧在几度夕阳 这个世界上你看到这些英雄这样子起起落落 然后创造很多精彩的故事 可是你到了最后 这个青山还在 夕阳还在 可是这些历史故事就结束了 你在人生你再怎么成功 再怎么有名 再怎么有钱 这个东西其实就过去了 对 那我觉得我们 我们就是一般人 你也达不到那种被人家永远记得的这种地位 可是我们就要反过来想说 那我们在人生过这一招 是不是能够让自己每天活得有意义 然后觉得说 我至少我 就像你讲的我不是说 对什么全社会有什么帮助 可是至少我对我们身边我们接触的人 我们能够尽我们一份力量 我觉得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每天都觉得说 其实我蛮快乐的 坦白说我每天工作还蛮忙的 我都想到说 我抽时间来介绍这样子的书 真的耶 我其实是会觉得说 这也是我希望能够影响我 能够接触到的人的一个方法 好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它对于我们的目标 跟人生观有很正面的影响 就是说你去追求那个名啊利啊那种东西 其实它很空啊 今天有的明天可能一下子就没有了 真的真的 可是你真的去很扎扎实实的去做一些能够帮助身边的人的事情 那个对你带来的正面的影响 其实你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好 我们就进入这本书的内容 因为其实刚刚这个圣老师讲的话 我其实也是这一段期间 我不断不断在想 因为我有时候看历史故事啊 我就会想说 在历史上面那个时代那么厉害的 尤其是民国初年 有非常多精彩的人 但是我必须说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你在看经文官职吗 没有 总而言之呢 就是在民国初期的时候 这么多这么多精彩的人 但是我们其实都已经不记得他们的名字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做过什么样的事情 以他们那时候的精彩程度 我们连百分之一都做不到 对 对 那他们都留不下名字 更何况是我们 那我们能够做什么 所以我不再去想社会 而去想人 其实也跟这个领悟是有很大的关系 好但是问题是来了 就是如果我今天不去想大的社会影响力 而我去想 我要怎么样去对我周边的人有影响力 他在不同的处境上面 会有不同的思维 他分成了四大类中年 嗯 对不对 中年挣扎 不上不下 对 其实不算是太好 也不算太坏 这样子 距离自己的人生目标 好像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可是也小有成就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这样子 对 那第二类就是达到成功的巅峰 嗯 你算是 没有 对 成功的巅峰 我觉得要达到这样的人 比较少 嗯 但是这样的人 如果他觉得自己在成功的巅峰 比较容易自得意满 嗯 然后第三个是挫折的人 我觉得这部分的人数可能也不少 嗯 然后呢 第四类就是退休的人 嗯 嗯 那我们就先从 可能最普遍的中年挣扎的人 开始说起 嗯 中年挣扎就是说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 就是年轻的时候 呃 小时候的梦想 对不对 志愿 都是觉得自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不得了的人 你小时候第一个志愿是什么 我不记得了 真的 你真的还会记得小学时候写的这些东西吗 我真的不记得 我有一个志愿 第一个志愿是没有写出来的 但是呢 但是是我的第一个志愿 但是我没有把它写出来 当名罪吗 不是 我的第一个志愿是要当嫌妻良母 哈哈哈 你答到了 这个你做到了 诶 你认为吗 这个是要由我 由我老公跟我儿子女儿来评分 有有 我看到你们的互动 我确定能做到 好啦 开玩笑 对 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其实没有达到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个目标 然后不上不下的 那会觉得说 好像我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他就提醒我们说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就是他里面举了很多 这些人大概我们平常没有听过 可是他们在人生里面就找到了说 诶 我就是在我的社区 我能够去付出 然后去影响我身边的人 就创造了很多这个 这个很令人感动的故事 就是说 就不要去认为说 我过去因为不上不下 然后我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 或甚至于年纪更大了 那我好像我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 千万不要用这样子的心态去放弃 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传教士 就是美国传教士的一句话 我真的觉得 说他引用的很棒 他里面有很多那种引用的话 他说快乐的三个要素 有事可做 有人可爱 有东西可盼望 当你的人生去找到这三个事情 有事可做 有人可爱 有东西可以盼望 就是你做的事情 你会觉得 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我希望可以看到 他慢慢发展 能够有发展性的 有东西可以盼望的 那我觉得这三个事情不难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 让自己的人生 充满了这个快乐三要素 这件事情看起来不难 但是你需要在人生呢 常常的停下来 想一想说 我真正要做的是什么事 我真正值得爱的是什么样的人 我真正值得盼望的是什么的目标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往这个方向 在我们的身边 找到值得爱的人 值得做的事 跟值得盼望的这些种子 去把它种下去 让它慢慢的成长 不过他这里面 因为在中年挣扎 感觉上面就是一个 不上不下的一个楼梯阶段 所以这时候要怎么去 告诉自己说要重新出发 或者是说在这个阶段来出发 我觉得他提了两个原则 是让我印象深刻的 第一个就是 成功是由我们自己来定义的 对 你不要让外界来定义 你自己的成功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因为他之前的 这一个与成功有约这本书里头 提到了七个好习惯嘛 那七个好习惯里头的 第二个好习惯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 以忠为始 他不是讲吗 说你要先想像有一个丧礼 然后呢 在这丧礼当中 会有很多人来怀念你 你希望他们用什么方式来怀念你说 什么样的话 那他你希望别人所说的话 就是你真正的终点 你就要努力去做到这件事 所以他这里面就说 到了中年挣扎的时候 你要不要去点算一下 你的真正的那个终点 是什么 而你距离他有多远 你如果重新把这个终点找出来 然后重新去测量你跟那个终点之间的距离 然后从这里开始往前 你就没有什么好挣扎 就是你讲的有事可做 有人可爱 然后有目标可盼望 对 我觉得奉心讲的那个成功的定义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因为我们往往在讲一个人是不是成功 都是用一个很世俗的一个角度 这个人的官够不够大 然后钱够不够多 名声是不是够响亮 其实那些都不是我们该去想象的成功的定义 成功的定义是你自己想要去完成的那个事情 不要被世俗的成功的这个定义去把你绑架 而是自己去找到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与成功有约 还是讲这个最后一堂课 他里面都有提醒我们说 你不要活在别人定义的这个成功里面 这个很重要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找到自己能够让自己觉得 我的人生是值得的这个成功 然后在这个目标下去努力 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整本书 我自己认为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提醒 基本概念对不对 比如说我会觉得说我现在觉得对我来说 我能够讲说我成功的地方 就是我有很爱我的家人 而这个很爱我的家人是我用爱经营出来的 光这件事情的成功 我觉得很多人就做不到啊 对对对 而且这个是最重 这个其实是所有的成功里面 我认为是最基本的 而且最重要的 那其他的成功 很多人其实坦白说 事业很成功 外面光鲜亮丽 其实他回到家里面一点都不快乐 那你这两种生活你要选择哪一种 其实毫无疑问 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在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面的这个成功啊 好这个是中年挣扎 这最多人碰到的 但是如果到了成功的巅峰的人呢 你觉得他里面有什么样子的例子会让你印象深刻 这个例子非常多 一个我记得是奥地利的一个企业家叫拉贝德 然后他就是他什么都有了 就是很成功的一个企业家 可是他觉得说我每天吃好的开游艇 然后开party 可是他觉得始终心里面是空虚的 结果这一位拉贝德这一位奥地利的企业家呢 他有一天就突然大侧大悟了 应该这么说 他就把他的所有财产都变卖了 只留下一个自己可以住的小木屋 然后他把他的游艇也卖了 到最后筹了这个 好像是我有点忘记数字了 三千三三百亿的还是的这个 还是没那么多 反正我已经忘记一个数字了 欧元 这些钱全部拿去做帮助小额的这个企业 小企业他们要做贷款 小企业如果需要钱周转 因为他们有时候大银行是不会借钱给他们的 那你如果没有拿到这个及时的钱 你就倒掉 他就把自己的人 他就觉得说我不需要这些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 我发现我自己的身上每天也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他既不是 他既不是那个穷人银行 因为穷人银行的目标是穷人 对不对 他也不是天使基金 因为天使基金呢 他就是要选择创业 创投就类似这样 要去投资创业的 所以他选择真正会赚钱的机会 不他这边就是提供的贷款的对象 刚好就是那个挣扎生存的小企业 对对对就是你这种小企业然后遇到困难或者遇到状况 就是转不过去 就是然后他就适时的给这种小型贷款来帮他 那他就是这样 他把本来用在自己人生享受的这样子的生活 我刚看了一下三百万英镑 没有我刚刚讲那么多 三百万英镑其实在以他写书的时候 那时候也很高 理论上来讲 就他在收集这个故事的时候 大概是一比五十的时候 所以你大概算一算大概也有一亿五千多万 可是重点是 这本来是他自己可以每天这个享受人生的钱 他把他全部拿来帮助这些小型企业以后 结果他觉得这是他这辈子做的最棒的决定 他的人生充满了快乐跟满足 他觉得他以前那种天天只醉精迷的生活 他反而觉得很空虚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 他从成功的巅峰 他已经达到了我们世人所谓的成功了嘛 可是他从成功的巅峰 他觉得他的人生后面其实是更棒 那这个例子其实还有很多 有一个对抗失明的那个飞行训练之父 他叫做乌尔奇 他赚更多钱 他这一辈子他后来捐了两亿六千万的美金 他的钱专门都去帮助 他就是特别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特别关心那种眼睛会有眼睛的疾病 所以他把这些钱全部都捐给需要去动手术的这个病患 那帮助他们的眼睛可以继续看到 那他是这个专门做飞行训练 所以他是靠这样子致富的 然后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零车的后面 还拉着一个U-Haul U-Haul就是那种搬家的拖车 就是你车子后面不是再租一个那个连结上去 那个在美国那个U-Haul 你也可以租整台车 也可以只租后面那个搬家的拖车 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零车后面 还加着一个拖车的 就我人生在世的房子里头的所有的东西 我所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带不走 你都带不走 他最后就说你带不走 所以他很清楚的看开了这件事情 所以他把两亿六千万美金 就把他捐到这个 这个帮助人家开刀的这个上面 那他也是觉得自己非常快乐 就是做这个事情带给他人生的后半段 这些都是人生达到巅峰的人 可是他们觉得后面做的事情 才真正定义他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拉贝德跟乌拉奇他们是怎么样成功的 可是我们都记得他后面做的事情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来今天为大家每周选书早起读书 为大家介绍的是与成功有约最后一堂课 天下文化所出版的在我们现场的是 云品国际董事长盛志仁盛老师 刚刚提到的这两位企业家的这个例子 其实就是他们要怎么样去扩大他们的影响圈 那这件事情不是他先想要去扩大他的影响圈 然后他才去做比如说我要去帮助小企业 然后我要去帮助失明的人 不是 而是他先想到了一件对他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 他的影响圈就扩大了 对 那这就会让我想到这个很早就过世的一位企业家 温世仁 那么他当然就在这个台湾的电子产业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跟着其实起飞了 就是他跟这个音叶达 然后还有当时他投资的广达 他跟林百里 还有音叶达的这个创办人 其实都是很好的朋友 他也是音叶达的副董事长 他的身家是非常多的 我忘记那时候大概上百亿吧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他生前的时候 那么他曾经跟我讲了一句话说 凤鑫我告诉你 我在我前半辈子 赚了我这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财产 但是我要做一件最困难的事情 我要在后半辈子把这些钱全部都捐出去 全部都花掉 那他的捐出去不是就是大撒钱 不是这样子 而是他要看到被需要的人跟事情 然后他要用企业家的精神去把这个 被需要的人跟被需要的事情 把他们帮助起来 嗯 我知道现在温世仁基金会 还在做很多跟教育有关的这些 这些帮助 没错 但很可惜他就 就突然之间的过失了 不过他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不管公司业务了 虽然他是音叶达的副董事长 他做的所有事情 其实就是都在慈善事业 包括了大陆的黄阳村啊等等的 像他还有 我刚有问过请教你说 他还有小孩吗 有有有 那像我觉得 呃在西方我们看到 有这样子想法的人真的相对多了 那在东方我们都会 包括自己在内 我们都会觉得说 自己努力赚钱 其实是为了下一代 对 要把要把财产也留给下一代 要下一代能够不要那么辛苦 有比较好的生活 真的会比较舍不得说 呃完全看开 把钱全部全部都拿去捐给社会 不过我觉得这个 即使我觉得每个人找到自己觉得 能够做到的平衡点啦 就是不要完全只想到自己的家庭跟自己 对 然后能够呃 我我我当然最我最近这几年 开始往这个方向迈进一小步 我我真的觉得说 有时候这样做的时候 会会会觉得蛮开心的 嗯 嗯 扩大影响圈 这个是他不断的提醒大家 就这本书里头不断提醒的 就扩大影响圈 当你扩大影响圈的时候 你的人生会更加的对自己 就你你会更加的喜欢你自己 对 对这是就别人别人喜不喜欢你都不重要 而是你会更加的喜欢你自己 其实这个本书也教我们 本来就是不要活在别人定义的框架里 别人怎么样这是别人的事了 对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而且我们每天能够过得很开心 这不就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他这里面成功的巅峰当中 因为他既然已经是领导人了 同样成功的巅峰一定是 某个机构或者某个单位的领导人 不管他是企业的或者是机构的或者 国家的好像 但是他这边就要谈领导力这件事情 他特别谈领导力其实是沟通跟潜能 嗯 领导力其实是要沟通潜能跟价值 这件事情恐怕也是在很多领导学的相关数据当中 很不一样的概念 对 尤其我觉得这几年 因为他这个书写的比较早 这几年开始价值这件事情是越来越出来 因为你说沟通潜能 这个是长期一直都有在谈的事情 在领导上面 可是以价值来领导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些年 比如说他是走在时代的前端 因为他这些想法都是他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有的 那我前阵子读到的一本书 我里面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像他是在南非的一个保险公司 叫Discovery 那这家公司他的宗旨 他的价值 就不是说我要卖更多的保单 或者是赚更多钱 他说我要帮助我的客户过更健康的生活 那所以他的他的这个业务员 真好 每天在想的事情 就是说我怎么跟我的客户沟通 包括独居老人 我怎么去帮助他能够活得更健康 那他们的公司的政策怎么去配合呢 如果你愿意在车子里面装一个这个APP 就是确确定你不会超速 那第二个是说你平常愿意固定上健身房 你愿意去买健康食品等等 每一个东西都可以降低你的保费 最多可以降到百分之五十 简单讲他就达成了三赢 他的客户每天因为这样子过得更健康 那客户也很开心 然后保费又降低 他自己呢保险公司又因为客人 对理赔率低 然后因为这样子又吸引更多客人 他也是赚钱 第三个最重要说在这边上班的人 他的价值 他觉得说我每天上班都在做一个 帮助别人的事情 所以我并不是要去跟别人收钱 我的重心点其实是帮助别人更健康 所以他们每天上班充满了成就感 充满了热情跟使命感 很少有人每天跳起来上班说 我今天要帮公司赚更多钱 可是当你每天上班都觉得说 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在工作得到成就感跟肯定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热情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你在巅峰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你的部署 他有没有找到他存在的价值 所以这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价值 你的领导你的公司的成长 你的整个团队的建立 是透过一个大家共同认同的一个价值 我觉得这个价值是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公司跟团体 都应该去想说 我的组织里面有没有存在这样子的价值 让大家往这个方向很热情的在努力 好 这你就会让我想到 我前阵子认识了一位 那个在保险业界的TopSales 他们的公司是专门卖癌症保险起家的 然后他呢 其实原本是一位护理人员 然后当时其实是为了这个 去癌症基金会工作 他们就不再当护理人员 现场第一线 但他去癌症基因会工作 然后后来呢 就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癌症保险 然后就拉他去卖这个保险 所以他并不是什么 学金融保险啊各方面这样出身的人 那对他来说 他做这件事情 他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以前是在 人已经生病了 我才去照料人家 他现在只想要做一件事情是 我怎么去帮助人家 尽量不要生病 对 不要得癌症 那如果得了癌症 他可以有很好的财户的资源 他让他不会家庭陷入困境 他跟我们一般所想象 那种能言善道的人完全不同 对 他其实是蛮口拙的 可是他的出发点是对的 那是最重要的 结果呢 他就每一年都是Top Sales 然后呢 每一年都要到美国总公司接受表扬 所以他因为很诚恳的想说 我要去帮助别人 就他在业绩上面拿到了第一名 我觉得之前就是 好人生巅峰 但是挫折 挫折 挫折来了 挫折来了要怎么办 我举两个例子 有一个 这里面 第一个例子是有一个 墜机事件 就是飞机掉下来 那这有一个女士 叫做Stephanie Nelson 这尼尔森女士 她全身这个严重烧伤 烧伤严重到说她的小孩 因为还很小 看到她会哭 一看到她会怕 会吓到 因为怎么有一个人被烧成这个样子 那她的整个人生你可以想象 本来是一个完美的家庭 那这个虽然她幸运的活下来了 可是全身严重烧伤 她的整个人生就大改变 那你遇到这个挫折的时候 你的选择是什么 她选择直接面对这个挫折 所以她就以她烧伤以后 怎么样重新站起来的这一个经验 来跟社会大众来分享 所以她变成是一个立志演讲家 就是告诉别人说 如果我都能够走出这样子的挫折 这个是突如其来想都没有想到的挫折 那你现在所面对的这些困难 其实没有那么大不了 那她就因为这样子 她翻转了她的人生 她变成畅销书的作者 她变成是到处激励人家的演讲家 所以她就说她的人生可以分成 最激前跟最激后两个 最激后的人生 她反而活出了更大的影响力 更正面 而且为自己的人生活出更正面的意义 她当然不是去寻找这个挫折 没有人会希望这样子 而这一个挫折呢 都是这种挫折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 她这种戏剧化的挫折 不一定会出现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挫败 那挫败你是不是就要否定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关键人就在这边 就是你一件事情的挫败 要不要等于你这一个人 就从此不再有任何的未来 这是两回事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情况是 因为其实它是整个人都改变了 我们大部分的挫折其实是人没有改变 一件事情 只是一件事情没有成功而已 没有做到如你预期的结果而已 可是这是不是等同于否定了你的人的价值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 对对对对 我想到我自己的国庆晚会 哈哈哈哈 后来我常常拿这个演讲再跟大家分享 你自己常常讲欸 对啊对啊 所以 好这个我不离题了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挫折的例子 我会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一个叫辛顿的人 他冤狱 他被关了28年 天哪 28年以后 那绝对是最精华的28年 对才证明他是冤狱 那结果他 我忘记他是几岁到几岁 这个简单讲大概是 就是那种三十关到六十的 通常都是如此 通常都是如此 那他就这个 出狱了以后 他就 我觉得他讲的话我非常感动 他就说我的态度是一种选择 我可以选择愤怒 我可以选择这个对这个世界感到不平 可是我也可以选择原谅 我也可以选择正面来看待 他说我要选择后者 他我可以选择怨恨 我也可以选择爱心 那他还是选择爱心 所以他把他这个 其实这样子的冤狱 我忘记他赔多少钱 他会被赔偿一笔蛮大的钱 通常是 他就把这些钱拿来成立一个基金会 然后专门帮助可能遭受冤狱的人 帮他们去打官司收集资料 帮他们去获得平反 然后他也公开表达说 他原谅那些当初这样子作为正 或者说来冤枉他的人 那他觉得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 他就是选择完全以正面的方式 来过自己的人生 他说你可以拿走我的20岁 拿走我的30岁40岁50岁 可是你拿不走的是 我怎么去面对未来的心态 我觉得他讲的话都好令我感动 就是说他永远选择以正面的方式来面对 他即使还没有证明是冤狱的时候 他在监狱里面就以帮助他人闻名 他在监狱里面就一直很努力的去 很正面的去帮助其他的受刑人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来解读这个案例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云品国际董事长 盛志仁盛老师 然后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来收看录播 那这个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每周选书早起读书 是天下文化所出版的 与成功有约最后一堂课 刚刚提到就是挫折的时候要怎么办 其实他这里面我觉得都是适用于中年 中年挣扎然后达到事业顶峰 那如果你碰到人生很大的挫败的时候 你刚刚提到的这一个被冤枉的这个例子 我知道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说 你凭什么要求他原谅别人 不不不我不认为是别人要求他原谅 我认为他原谅也不是为了别人 我认为他原谅就是为了自己 就他讲的我如果不选择我自己 如果我选择我的态度是愤怒 如果我选择我的态度是怨恨 如果我选择我的态度是报复 那我的未来人生就都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当中 报复怨恨愤怒 但如果我选择原谅 我不见得是为了别人 我不是觉得那个人有多可爱 我要去原谅他 不是我的原谅其实就是来自于 我想要过一个崭新的人生 从此我的人生是光明的 是开放的 是璀璨的 所以当然很难 而且没有做到的人 其实也不让人意外 因为那是人性 但是 不要说被冤枉28年 我觉得被冤枉28天 都已经受不了 被冤枉两天都受不了 对不对 他能够做到 我真的觉得他这个 他设下的这个典范真是太棒 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所有人 去走出这种 不管你在人生遭遇到什么样子的冤枉 帮助我们走出这种情绪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当我们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这里面的要求 都是要拿来自我要求的 而不是要拿来要求别人的 这很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拿来要求自己 我们改善了自己 如果要求别人的话 我们就永远是那个 指指点点的人而已 对 那所以你刚刚讲说 他其实在狱中 就已经是这样的心态 对他在狱中 大家就已经很知道他 而且很喜欢他 就是说他充满了热情 去帮助别人 一般在监狱里面 各管各的事情 反正就是这个 甚至于你看我不顺眼 对对对 出现很多奇怪的状况 他在狱中就是已经 以热心助人为著称了 所以说他这样子的个性 就是后来证明他是冤狱的时候 他才能够 我觉得很符合大家期待的 说真的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 令人很感动的典范 好这个是改变人生的挫折 挫折的原因很多 通常会有挫折 除了少数怪罪于自己的话 很多都是归罪于外界 其实大部分都是外在造成的 我都可以这样讲 但是你要用外在来决定你未来 还是要你来改变未来 他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来学习 就是说你永远可以选择 我觉得选择是两个字很重要 就是说你到底在你人生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你没办法选择 因为大多数都是这个不可控的环境造成的 可是发生任何事情以后 你选择用什么态度跟方式来面对 那个完全在我们自己手中 好 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这样更平凡的人生了 就选择退休了 其实现在的选择退休 他冒的最大的风险就是 无所事事的时间太长了 而这无所事事带来的是身心都不健康 所以人生下半场 这个我觉得这个启发也很重要 对 这个我们大多数都会遇到的 就是现在你就算65岁退休 你想过吗 我一直在想 真的 你说大多数65岁退休 平均年龄活到80 所以说我讲的是平均 大概台湾有一半的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以平均来讲 所以你大概就说你有15年至少15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平均寿命是84岁 对不对 那就是20年了 对啊 然后假设65的话 那将近20年 可是你要知道那个84是平均数 对 平均数是什么意思 因为有些人可能夭折了 有些人可能年纪轻轻 最小就发生意外 所以如果你能够活到65岁 我告诉你你的人生绝对还有二三十年可以活 所以中位数应该不止84 对 中位数搞不好也88了 对 有可能 所以等于说我们平均你有20年的时间 在退休 而且现在很多人在65岁以前就退了 就是也没有等到65才退 对 所以我们这样子你可能 很多人会碰到有30年的这个人生岁月 你到底要怎么去面对 退休以后就觉得我就已经过了我的人生黄金期了 我就是每天只能够看看电视爬爬山了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那30年其实是蛮难熬的 所以我觉得柯维就是告诉我们说 还是刚刚开始那句话 你最好的人生还在后面 即便退休了 对 因为你后面这30年 他里面有几句话 第一个说你人生的前三分之二 都是在为你后面的三分之一在做准备 因为你前面的所有的人生历练 你的人生到达了一个已经 第一个你对自己已经无所求了 然后你的各方面的你的眼界 你的人生经验 你的社会资源 你的人脉都达到一个很成熟的阶段 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找到了一个 你可以去投入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good cause 一个好的方案 那你真的可以发挥你在年轻的时候 又要忙于工作 然后又要忙于家庭照顾小孩等等 你有太多事情去分心 你在人生的这个下半场 如果是找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你愿意投入的目标的话 你其实可以为你周遭的人 或是为这个社会广义来讲说 做出你过去想象不到的贡献 那你即使不做这个你小到说 你去帮助你的孙子 创造有意义的回忆 对 就是说你的小孩可能也在 正在工作忙碌 没有办法花那么多的力气 在他们的孩子身上 可是这个时候你可以 投入你的孙子的这种引导 给他们好的价值观 跟人生的体验 创造潜能跟这个 这个他的很重要的这个价值 对 那其实你光做到这一点 你也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所以他在这里面你就会发现说 不管你到了中年不上不下的时候 不管你已经到了人生巅峰 或者人生挫折 或者我们就是很频繁的退休 他都告诉你说 除非你一直坚强到最后一刻 否则的话永远不要停 因为最好的人生永远还在后面 这件事情 即使你年轻的时候 你哪里有孙子可以去影响 对不对 你最好的人生就是 我就算不年轻 我也不一定有孙子可以影响 因为有没有孙子这件事情 不是由我决定的 是由我的儿女来决定的 那我儿女要不要有孩子这件事情 由他们来决定 我不能决定 是啊 我刚才只是举一个例子 对不对 但我可以去 但我可以去 但我可以试着去照顾很多别人的孙子 对对 就说这些 而且是在你的 你的自己的经济不再有困扰 你有那么多的时间 跟你的 而且你年轻的时候 你没有这些人生历练跟看法 所以当你有了这么完整成熟的这些经验以后 你再去帮助这些小孩子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生很棒很棒 在下班场可以做的事情 嗯 你会让我想到 我之前曾经介绍一位清大的教授 然后来我们节目介绍那个光跟眼睛之间的关系 他就讲说要拥抱黑暗 因为事实上黑暗对眼睛才是友善的 太亮的光对眼睛其实都是不友善的 他就想要推动好光的这个 太亮了 对其实我们一直都在遭受这样子的一个伤害 我相信你被伤害的也很严重 尤其3C 那么他最近呢就想要成立一个 光有跟光有关的协会 嗯 然后目的就是要提倡什么是好光 OK 然后什么是健康的光 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推广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他自己是因为呢 这个在就是为了要写书 然后呢打字3C 然后导致他眼睛的受到很大的伤害之后 他开始立志去研究 嗯 研究光跟眼睛之间的关系 完成了这些研究之后 写了3本书之后 他现在的重心点就是希望推广 嗯 我想一想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人生 对 就因为你知道说你自己要去推广一件 有意义的事 而且这件事情 如果不是因为你前面人生的累积 你根本做不到这些事 对 而且他这他现在把这一辈子的时间 都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他的人生就超级成功啊 对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你会希望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书 爬楼梯啊 你不要一直爬爬爬 爬到最后才发现这个楼梯啊 靠错墙了啊 就是啊 等说你 我觉得你大概在40岁以后啊 在正在拼你的现在的事业 可是你也开始进入了一个 可能要进入人生后半段的这个时刻啊 这个时候好好的安静下来想一想说 你每天努力爬的这个楼梯啊 到底爬的有没有意义 你有没有靠到对的墙上面在爬啊 那爬了半天才发现说 我爬错 我这个楼梯一开始的墙壁就靠错了啊 那我觉得我们的人生 呃 不要把它这样子浪费掉 好 我们要非常谢谢盛持人盛老师 也要非常谢谢大家 端午节一块了 拜拜